今天要住的是這間 李舍奧圖格系列的酒店 是嗎? 有一個服務人員非常熱心的跟我講說 Check in 在三樓 我現在是在一樓 感覺三樓也有商店 四樓有健身房 四樓還有一個酒吧 對嗎? 謝謝 我們有你的BOMBOY號碼 所有的客戶都沒有煙燒 我們準備了一個個酒 一一瓶飲品 一煙燒 可以選擇一瓶飲品 一一瓶飲品 或1000個MarioGoogle 這只是能力 燈焰 還有這裏是 出隧道 健身房 健身房 給我一個偶爾 謝謝 這酒店的顏色真的很不一樣 比較有個性 然後櫃檯是金屬的 也用了蠻多的清水膜 這邊還有一個裝置的藝術 早安 我起來了 昨天晚上我一個人去附近吃韓式的燒肉 我覺得蠻不錯 然後後來我回到酒店之後 我有去樓上 他的樓上15樓有一個酒吧 那酒吧感覺很不錯 是因為那是這棟房子最高的地方 剛好這棟房子又不是說特別大 所以是整個一個平台 所以看起來是蠻舒服的 這次住的房間啊 11114 是這一層樓裡面最大的一間 這次是真的就有被升級搭建的 然後一進來的右手邊這邊有一個平台 蠻少飯店會利用這個空間的 因為這邊就是剛好有一個柱子 他就順勢就做了一個窄窄的平台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像他這邊啊 還有放一些書啊 增加一些文青的感覺 因為我是泰晶會員 所以他一開始就有送一瓶紅酒跟蘇果乾 那如果你不想要點數還要迎賓禮的話 你還可以再要求再一份一模一樣的像這樣子 一進來的右手邊啊 這邊就是一個開放的衣櫃 蠻有個性的啦 他這個睡衣是用黑色的比較深色的 然後底啊是用藍色的 也比較少的酒店啊是這樣的感覺 我們看一下他的抽屜有什麼 他拖鞋啊給的是假腳拖 很特別洗衣袋是這種比較厚的布 然後底下是個保險箱 這邊看看是什麼 這邊就是是空的 這邊也是空的 再來過來這邊 這邊就是個吧台 上面是他給的熱水壺 也蠻不一樣的 是個金屬的 然後底下有一個藍牙的音箱 水的部分他冰箱有附兩瓶 像這樣的水 我昨天有點渴就先拿出來 然後這邊有一些杯子 然後咖啡是濾泡式的 這邊還有茶包 看一下底下 底下這邊就是冰箱 里色AutoFootGraph 這一間酒店給我的感覺 其實他有點像升級版的Alof 就是他走的是比較年輕的 用很多不一樣的元素啊 在這個酒店裡面 接下來進來的右手邊 這邊就是廁所 我覺得他廁所設計的也是非常年輕化 就是右手邊也是白色瓷磚啊 地磚跟檯面 都是有點類似白色的石頭的紋路 這邊是馬桶 是透明的 然後這個浴缸 這個浴缸我覺得比一半的浴缸貼心 是因為他還有做一階 我昨天有泡澡 在出來的時候就覺得比較安全 有些浴缸是沒有的 他墨浴的用品啊 我自己覺得是用起來都不錯 然後他浴室的一些五金啊 也都是用比較有個性的 都是用黑色 那這邊他保有兩個洗臉槽 所以還蠻大的 最特別的是這邊 大家看一下 我按一下這個按鈕 就變透明了 我再按一下 這邊就看不見了 然後鏡子也是採用這種 哇超大圓形的 好像把我們以前看到那種化妝鏡啊 直接放大的感覺 而且有兩個在這邊 然後他廁所還有一點蠻酷的 就是這邊還可以走出去 所以他有兩面 可以從那邊走進來 然後從那邊走出來 我覺得他廁所是一個很棒的 設計的廁所 不管用起來還是看起來 都是非常舒服的 我再來看一下外面 這樣子條狀的燈 其實我們家也有買一個 然後這邊這一區啊 他就有一個沙發 其實這邊再睡兩個人也可以耶 這間房間真的超級大 他用的家具啊也是蠻不一樣 就是用很多拼塊組成的感覺 連桌子的部分啊也是三角的 跟一般蠻不一樣的 跟牆上的掛畫 也有一點呼應 床的部分一樣是King size 可是就是稍微 就是比較偏軟一點 我覺得沒有睡得非常的好 床頭桌啊用的是鐵桌 這是什麼啊 喔這個蠻重的耶 這不知道 這可以放東西吧 床頭燈啊就帶有一點復古感 這種金屬的 電視的部分也是蠻大 電視是用LG的 是應該在60吋 55-60吋左右那邊 然後再過來這邊 有一張桌子 這個真的是很適合 你不覺得很適合朋友開Party嗎 五六個人七八個人來這間房間 其實一定都足夠用 那他這個區域其實他用的也算是蠻大膽的 就是他的桌子是用黑色的 可是沙發是用粉紅色 帶有蠻重的那種復古的味道 再搭配一些比較個性的燈飾啊 跟掛畫 整個來講就是一間 The Love 升級班的感覺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一進來 他這邊本來就有附這些餅乾 然後比較特別是有附一罐這個 這棒棒糖耶 這個酒店啊 還有屬於他自己品牌的面膜 聽說是還不錯 我要去吃早餐了 出來這邊啊 其實也是用了很多的清水膜 還有一些燈條 好我現在到四樓 就要吃早餐的地方 是Ciao這間餐廳 我的新號碼是1114 1114 可以請你來喝酒嗎 對 買東西嗎 對 這邊就是他用的早餐的地方 稍微比較昏暗一點 這邊有牛奶跟麥片 一樣有一些火腿啊 起司餅乾 鮭魚 這邊還有一些優格 這邊有貝果跟吐司 有一些丹麥類 還有小小的可頌 我等一下再拿 冰包的選擇 這樣算還蠻多的 然後這邊還有水果沙拉 跟一些餅乾配料 水果的部分啊 其實也切得蠻可愛的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畫台 這邊有一些小菜 然後這邊有湯 這邊就比較美食 有培根啊 跟這個是雞肉的腸 有一些青菜 跟炒飯 選擇還蠻多的 這個蛋也有歐姆蛋 荷包蛋 還有一般的蛋可以選 這邊還有香草雞肉跟魚 它的早餐是比較自助式的 就是咖啡啊 餐具啊 都是要自己拿的 走一走比較年輕 就跟Alove跟Mossi 那種感覺有一點像 可是質感又稍微好一點點 吃一下它的可鬆 這個可鬆就比較普通 嗯 這個牛肉就很韓式 味道有點像我們去Costco 自己買的那種韓式烤牛肉 是甜味蠻重的 那肉質醃得還蠻軟 最後吃一下它的魚 這個魚的調味就沒有很重 還吃得到魚那個原本的味道 整個來講 它的早餐沒有到非常的驚豔 或者是細節很多 不過就是選擇還算多元 我剛剛吃飽 四樓的另外一邊啊 就是健身房 裡面現在沒有人進去看一下 它的健身房第一個給我的感覺是 採光真的非常的好 它其實沒有非常的大 可是光線很好 這邊有兩台 跑步機 這個就比較少人有 這個是樓梯的機器 有腿圓機跟兩台腳踏車機 那座外面那一層就是 比較偏有氧的 那重訓的部分也還不錯 有一些啞鈴、槓鈴 不管只要有氧或重訓 整個空間來講蠻舒服的 設備也算齊全 我走到一樓 來買一下藍瓶的咖啡 我點了這一杯冰的咖啡加牛奶 他說他們這邊沒有Espresso 這是低樓式的咖啡再加上牛奶 它是給紙的吸管 這杯是6600 台幣就是大概150左右 雖然它不是Espresso 可是它咖啡的味道很重 它的咖啡是比較沒有酸味的 是比較屬於偏苦 然後它牛奶應該也是用得不錯 就喝起來會有一股濃濃的奶香 流在嘴巴 我覺得蠻好喝的耶 很不錯 而且我喜歡這樣的杯子 設計得很簡潔 接下來的行程就是幫天娜 跟悠悠找他們想要買的東西 我從來沒有在6月的時候來過收合 我覺得這個季節還是很舒服的耶 現在這個天氣啊 沒有到說真的很熱 可是會有太陽 然後有照到太陽 你就會覺得很溫暖很舒服 第一家來到這家AK Plaza 它11點才開 剛才外面就很多人在等 找到第一樣東西 就是專輯 它還分了三張專輯耶 韓國真的是很會行銷 這樣總共花了台幣大概2000塊 我在很神奇的一個地方 三樓天啊給我這個地標 買到專輯 這500多塊 這誰我都不認識 我都直接把圖案給店員說我要買這個 在宏大這邊的韓國的店員啊 普遍都會講一點點英文 所以溝通起來還蠻方便的 然後我幫悠悠買了兩瓶這一個 綠茶的 又最近都有插這個 這一瓶大概550塊 我回到酒店了 最後我去逛了這個DT21 當天啊買了一個這個 當天蔡林買了一個AirPods Pro 2 的防摔殼 這個也是TATA 還有送一個這個小小的小卡 店員很貼心 知道我買的都是TATA 他給我的袋子也是TATA的 我準備要離開這間里社奧圖格 精泉酒店 哇 那起來有點落聲 我是第一次住這系列的酒店 我覺得他就是用料普通 但是他用很多設計啊 讓整個感覺更好 還是有注意到一些細節 像這地板啊 就蠻舒服的 是木頭的 如果在比較冷的時候來 就會比較有溫度 再來這間酒店 我覺得最大的優點 真的就是景麟宏大的一個商圈 要逛啊 要購物啊 都非常方便 如果你要坐巴士 回機場的話 其實過個馬路就到了 也很近 地鐵啊也沒有多遠 那價格落在9000多 如果以萬好酒店系列來講 比較好的酒店 在這邊的話 其實都要1萬出頭 所以 他的價格就是中中 整體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酒店 蠻適合約會 你親女來夫妻來 我覺得都有 不太一樣的感覺 我的快閃 的時候我已經結束了 我剛好回機場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啊 我們下次見 拜拜